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,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,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,创作不易,感谢大家支持。 世界上有233个国家和地区,这些国家和地区,虽然大部分都有民有姓,但他们在国际社会依然逃不过选边站的结局,而匪夷所思的是,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坚定地与美国站在了一起。 俄罗斯身边除了独连体等少数国家外,基本就是朋友寥寥的局面,而且一个真朋友都没有。 相比于美国的朋友满天下,俄罗斯可以说是人见狗闲。 那么问题来了,为什么很多国家和地区不和俄罗斯做朋友呢? 阿汤认为有以下原因,一,击重难返的历史恩怨。 俄罗斯的历史可以用仕途诚信四个字来概括,从最早的数万平方公里,到如今1707万平方公里的广阔领土。 俄罗斯在400年的时间里,领土疯狂扩张400多倍,而伴随着领土疯狂扩张的是无休止的战争和生灵涂炭的领居。 除了沦为俄罗斯刀下之鬼的国家和地区,剩下的国家和地区无不胆战心惊。 尤其是中国在俄罗斯领土扩张的过程中,被夺走了至少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 和其他靠技术革新立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同,俄罗斯发展的方式主要就是向外掠夺, 这使得非俄罗斯邻国的国家也胆战心惊,比如波兰,宁可拿勒紧裤腰带吃康宴菜,也要砸钱请美军入驻。 其对俄罗斯的恐惧已经深入骨髓,而历史发展也一再证明, 即便不和俄罗斯作对,坚定团结在俄罗斯周围,也免不了被俄罗斯敲鼓吸随的命运。 例如,苏联伯列日涅夫时期提出的有限主义论,就是明确告诉他的小弟们, 你们的命是苏联给的,所以你们要有随时为苏联牺牲的觉悟。 而即便苏联解体后,俄罗斯综合国力一蹶不振,也依然在高唱,俄罗斯的边界没有尽头。 这样的俄罗斯绝不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俄罗斯。 苏联作为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,也曾有过朋友半边天的辉煌时代。 可伴随着苏联解体,共产主义阵营烟消云散,昔日小伙伴大都投入西方怀抱,俄罗斯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。 二,欲罢不能的经济困境,英国大V丘吉尔曾一再强调,没有永远的朋友,只有永远的利益。 这句话将古往今来的国际关系,概括的淋漓尽致。 俗话说,天下兮兮皆为利来,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 没有任何利益支撑的友情,都是没有灵魂的,国与国之间也是一样。 但凡能走到一起的国家,必然是各有所求,就算不图你的颜值,也要图你的财富。 可是今天的俄罗斯,几乎什么也给不了。 俄罗斯在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是苏联。 依靠斯大林模式的推动,苏联仅用短短28年时间,便从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,一跃成为超级大国。 但斯大林模式的缺陷和优点,几乎一样突出。 在将苏联送上超级大国宝座的同时,也成为限制苏联更进一步的最大障碍。 而这最终也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。 苏联解体后,受购了斯大林模式的俄罗斯,在叶利钦的领导下借鉴玻利维亚,推行休克疗法。 企图以快速私有化的方式,跑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。 不过,令叶利钦始料未及的是,俄罗斯不仅没有脱胎换骨,反而滑落到崩溃的边缘。 苏联解体后,西方资本大量涌入俄罗斯,疯狂收购苏联的国有资产。 同时,自伯列日涅夫时期成长起来的特权阶层,也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攫取国有财富,形成俄罗斯的寡头集团。 在他们的理应外合之下,苏联时期强大的工业体系被彻底破坏。 俄罗斯彻底沦为出卖资源为生的国家,而这样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,除了竞争还是竞争。 而且,因为严重受制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市场,俄罗斯更多时候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,不可能进行所谓的国际分工。 俄罗斯长期脱离世界分工体系之外,换句话说,它跟美国、欧洲没有多少贸易往来。 俄罗斯的经济是与石油相关的,石油涨,俄罗斯经济好过,石油跌,俄罗斯经济不好过。 所以,有人戏称,俄罗斯就是大号的沙特。 而并非中国这样,如果美国制裁中国,贸易战,美国自己也吃亏,因为他们民众都是用的中国产的电器, 向中国出口农产品天然气,所以,美国一旦不买中国产品,日子就过不下去了。 俄国,这样一个既无法受人以余,又无法受人以余的国家,就像身无分文,又没有一技之长的老光棍一样,哪个姑娘肯委身于你? 三,力不从心的综合国力。 一直以来,俄罗斯总统普京都以硬汉的形象存在,在他的领导之下,俄罗斯也成为很多人心中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。 但就和能诈呼的人不一定是最厉害的人一样,一言不合就开干的俄罗斯,虽然战斗力无可挑剔,却不代表综合实力和离基群。 事实上,俄罗斯的强悍很多时候是实力不足的一种体现,因为不表现得咄咄逼人,自己随时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。 而毫无疑问,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朋友的。 作为西方国家的重视之地,俄罗斯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国家的眼中钉肉中刺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谁要敢于和俄罗斯并肩作战,哪怕眉来眼去,都必然会成为西方国家的靶子。 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等国之所以敢于和俄罗斯站在一起,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都曾经是苏联的一份子。 而且距离俄罗斯咫尺之谣,即便俄罗斯实力不济,依然能够决定两国的命运。 而一旦他们拥抱西方,则会在第一时间遭受俄罗斯的打击报复。 乌克兰就是前车之鉴。 所以但凡不在俄罗斯阴影下的国家,如果有可能,是必然要和俄罗斯划清界限的。 而除了俄罗斯这种找打的属性,俄罗斯被嫌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,是它的综合国力和西方国家相差十万九千里。 虽然和五牛,但即使到了万不得已,没有做好同归于尽准备的俄罗斯也不会亲言核战。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,实力烧训的俄罗斯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小伙伴的,塞尔维亚就是最好的证明。 相比之下,虽然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有时候更不靠谱,比如被坑枯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,但只要别太出格,活下来一般是没有问题的。 毕竟打狗还是要看主人,美国这个名字绝不是摆设。 当然世界上也有很多不被西方国家所容的国家,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思想指引下,他们最终和俄罗斯携手并肩。 结成了牢不可破的伙伴,比如我们。 但这种在共同威胁之下建立起来的友谊,随时可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改变。 所以从本质上说,俄罗斯依然是孤苦伶仃。 还有一点就是俄罗斯太大了,人口太多了。 欧洲最多人口也就是德国的8000万,如果中国13亿人,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搬到俄罗斯的位置,欧洲一样会很担心的。 没有人会喜欢自己家门口,有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,就如中国也不会喜欢美国搬到中国附近。 俗话说,在家靠父母,出门靠朋友,无论朋友能不能两肋插刀,能说句话也是好的。 可惜,俄罗斯没有这样的福气,未来的俄罗斯也只能在孤独中继续走下去。